有花卉之都美名的厚礼因为气候温和 种植出来的国兰种类多而且产量稳定 全台销往东南亚的国兰当中 厚礼地区就占了四分之一 而主要负责出口外销的国兰产销班长张明正就表示 花农担任外销出口商的意愿低 有人种却没人卖 成了台湾花卉产业的困境 这次张明正也当起了前辈 指导青年加农的学员 希望除了传授他们花卉的知识之外 更希望可以培育出口商的人才 穿梭在园区中细心照顾每一盆国兰 他是厚礼国兰产销班长张明正 七分地的园区内共培育了三百多种的国兰 成了整个厚礼地区种植种类最多的兰园 产量全部外销日韩 而看准逐渐扩大的中国商机 他更前往对岸设置花式 以高品质台湾花卉抢攻大陆市场 这边很适合种的就是 报税兰还有数据兰 他比较不会得病 因为这边的气候比较温和 比较不会晒伤 兰有种的兰花 就尽量把它外销出去 从这边装后柜 把这边的兰花 有人要出口的 就把它装后柜 拉到大陆去 大陆去呢 要的品种比较复杂一点 韩国跟日本 他要的品种就比较单调一点 产销班中扛起出口商责任的张明正说 温和的气候使得后里种类与产量稳定 销往东南亚的国篮市场中 从后里出口的就占了全台的四分之一 但花农普遍只愿种花 不愿当起外销卖花的出口商 也成了台湾的花卉产业困境 而这次他也担任前辈 指导青年农夫 除了希望传授花卉知识 更希望培育出口商人才 中间商它可以面临很多的挑战 很多农民 一般的农民都不想去面对这种挑战 卖的人太少 种的人多 来到这边特别想要学习到 就是果然很多不同种类的种植技巧 然后以及外销出货等等这方面的经验 来这边才了解到果然 其实他学问也蛮多的 那发展性感觉也蛮大的 所以就是想尝试看看 做这一方面的工作这样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啊 是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事 把果然当成自己的孩子般照顾 还经常对他们说话 张明正说能将喜欢的事情 变成工作是最幸福的事 他希望以满满爱心培育出的高品质兰花 外销出口 打响台湾花卉名声 记者李云轩台中台湾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